今天要给大家吐槽一部让人摇摇欲坠的怪兽电影 这部2004年的电影号称是《异形》系列之后的又一例作 只是光凭这个评分还真是不敢苟同 而且这个配音也让人欲罢不能 请大家随便感受一下 我们去那儿吧 我们不去夏威夷 有自信点 我特法科 这种狗尾虚雕的行为完全就是在侮辱观众的智商 我像是那种看不懂字幕的人吗 剧情大概是这样的 在某个小岛上正在进行的生物基因研究所出了点问题 导致试验体不受控制的跑到了树林里 所以科学家们只能躲在有电网的基地里 躲避怪物的袭击 从这个体型上来看 这货应该是一头四角蛇 而在另一边一群劫匪因为直升机故障 而误打误撞的逃到了这座岛 然后就遇到了正在和四角蛇怪兽大乱斗的科学家 这个五毛特效和这种面无表情的战斗场面 真是让人摇摇欲坠 而四角蛇此时明显是被他们精湛的演技震惊到了 手足无措的站在当场完全不知道进攻 直到他们磨磨蹭蹭的上车逃跑以后 才想起来要去追一下 只可惜最后还是帮他们跑了 然后歹徒装作是电视台的人 轻而易举的获得了信任 但是到了晚上因为发电机突然罢工 电网就失去了作用 那头四角蛇就趁着夜色出现了 我X 这个只靠一台破发电机就能拦住怪物的电网 是用电文拍改装那么轻 趁着混乱四角蛇冲进人群乱吃一通 然后接触到唾液的人也被感染 神志不清的袭击了其他人 竟然还自带丧尸属性 这种跨界的组合真让人完全没有想到呗 最后在大家胡乱开枪之下 四角蛇只能回到了树林里 第二天他们觉得房子已经不安全了 就带上武器去送外卖 我是说去寻找出路 半路上科学家的傻白甜女儿 看到一潭很脏的湖水竟然还下去流了个泳 怪兽电影里的这种金发妹子 果然是智障的代名词 果然没有走多远就遇到了四角蛇 她吃掉了一个人之后 从容的离开了现场 剩下的人淡定的继续寻找出路 可是就在刚刚找到一台直升机的时候 那头阴魂不散的四角蛇又出现了 拦在飞机前面不让他们靠近 科学家为了救大家 拿着炸弹主动投食 然后四角蛇就在五毛钱的爆炸中 变成了一地碎片 在消灭了四角蛇之后 他们坐上了直升机 就在这时 军队派出了飞机打算摧毁整个岛 要钱不要命的劫匪 在捡回钱袋的时候不幸被击中 直升机只能丢下他离开 最后劫匪拿着一堆钞票坐在海边 看着一群巨蜥慢慢的朝他靠近 这么无聊的电影 我劝大家还是不要看了 好了 今天就先讲到这里 我是柯达电影 看在我这么努力挖掘电影的份上 就关注我